这个教授把自己BBQ了 先淋上一层油 再亲自点火 身体在火光中变形 死后的灰烬更是比原体重还要重两倍 他的学生飞鸟亲眼目睹这一切 没有悲伤 只有兴奋 也是能随身携带机关枪的人 脑子有点异常也是正常的 从小感情淡漠的他只有一个朋友 就是小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小明也是个奇怪的孩子 对死亡看得非常重 无论对方认不认识 只要看见死亡就掉眼泪 这样一个泪线异常发达的人 却被卷入了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飞鸟一直研究存世的恶魔 只要一直坚强 就能保存人性获得恶魔强大的能力 教授就是亲身试验失败 飞鸟查到一个叫安息日的派对 里面灯红酒绿 处处透着泥滥的气息 可也只是一个派对而已 并没什么特别 飞鸟不甘心 为了引出恶魔 打碎酒瓶就往人身上捅 星红的鲜血果然刺激到恶魔 整个派对瞬间成为人间恋语 他兴奋地记录着一切 小明却倒霉了 就因为是飞鸟唯一的朋友 被坑大了 变异的恶魔朝他露出锋利的牙齿 在快要被吃掉的时候 他也变异了 气质完全改变 瞬间就把追他的恶魔撕成两半 最后更是化身成暴力的恶魔清场 小明到死都想不到 被恶魔看上 是这个十年不见的好友设计的 MING PAO CANADA